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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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希望對方就是 跑走了,那也抓到你了 老老實實的給我把這個東西 負責好 那我們就繼續拍下去吧 走 好,我來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你車一定要停在 你吃飯看到的地方 我剛才吃完飯回來呢 我想說 坐上車要發動 然後我轉個油門發現 幹,我這鏡子為什麼會動 然後我想說,欸不對啊 然後我後來發現這個也會跟著動 我覺得不對勁,然後我這裡裂掉 然後我往旁邊看 這裡也是有插痕的 我想說,一定是有人進來卡到,那還好 你馬的,我往下面看 我腳踏歪掉了 這邊 這邊也是凹進去的 幹,你還更慘的是我這邊全部都刮傷了 喔 然後人就不見了 然後人就這樣不見了 這到底還沒有公德心啊 你腦絲咧 我在停在這邊吃個飯 不是這個撞到也講一下 而且我有入檔 我滿確定我入檔的 所以我不太建議是這樣直接 從旁邊撞下去還是 它怎麼倒了 而且它倒了一定有人浮起來的 剛才倒了我在裡面吃飯也沒聽到聲音 所以我的排氣管這邊刮傷了 這邊也全部刮傷了 這邊也是刮傷的 還好沒有傷到油箱 不過我這邊全部都爛掉了 這裡面也是凹進去了 對 那我現在在看這有沒有任何的監視器 目前看都是沒有 這又那怎麼辦呢 人都完全不見了 那我附近找找看監視器 有的話再請他們釣一下吧 這邊有個攝影機問怎樣 我都問過了 剛剛都沒有 好像有看到有一台黑色的休旅車喔 是女生開的 喔是休旅車喔 對 然後有一個女生開的 Fuck 我有出來的時候 車已經倒了 喔你停很久還是 我停半小時而已 我在便當店吃飯 啊你沒有聽到是不是 沒聽到 我們對面都聽到 你有看到它倒在地上嗎 有看到你的車倒在地上 然後他們人就走了 就好像有看到有一個女生 女生開休旅車 然後可是 後來去看女生 好像被浮起來了 是不是 對啊 他沒有留尺條還是什麼 完全沒有 沒有 所以目前只能指望那一台 那一台攝影機 然後剛才老闆說 有一台黑色的休旅車 好像是女生 有把它撞倒 然後浮起來 那個 對面那一家說 有看到一個女生開 黑色的休旅車 把這台撞倒 然後他好像浮起來了 然後就走了 他有監視器嗎 他現在在調 有 他他有一個 在看 我只記得是真的有人撞倒 看到一個女的就牽著 然後我沒有特別注意 對 因為我們那時候有課 對對對 有聽到聲音 對 我們就從那個角落看一下 然後看到有人在牽著 喔我倒 然後他再把他這樣 對 你記得他大概講什麼樣子 不知道 因為 我們 有聽到聲音 然後看一下 對 我們這個角落這樣望過去看一下 對對對 其實那時候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對啊 應該是 對啊 應該我覺得應該是有狀態 好 對啊 一定有 因為我那個 整個側邊都刮傷了 前面 前面不知道還有沒有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去看看好了 對啊 好 不好意思 可能要問一下里長是不是 里長喔 對啊 里長是誰 里長那個 那個 現在時間是 4點44 我是 4點08分報的案 4點08分報的案 已經過了快要40分鐘了 完全沒有警察過來 然後 然後 我也趕得 要有事要去忙 沒有辦法 如果 有人 因為我聽那個店家說 是一個 開黑色休旅車的 媽媽還是 中年婦女還是隨便 一個女駕駛 她可能下車把這個撞倒 然後 她自己把它牽起來的 還好我這個有入檔 但是還好有入檔 不然我車應該是直接滑下去的 所以目前上到就只有 這個端子徑還有這個 把手 這整個是 然後還有下面的排氣管跟腳踏 還有沙車 還是大家還是當個老實人啊 撞倒就撞倒了 你留個條子 我也不一定會跟你那邊計較那麼多 可是你什麼都不留 別跑走了 這個 我跟你講就算我人在好 我也是很難接受這種事情 可是 就是 我能跟你講 我可以 我也不能說是原諒你啊 畢竟你把我的東西弄倒了 也 一個抱歉也沒有 這樣走掉了 反正 我也是懶得在理你這種 不負責任的人 那我也會繼續騎我的車 我會自己去把它修好 如果沒有找到人的話 如果找到當事人的話 希望跟你跟我好好談一談 如果沒有找到你的話 那 那我就自己自己把它吸收 自己修一修了 那 就這樣把警察也不來了 祝大家騎車小心 然後 做個 做個有負責任的人吧 OK 現在接獲最新消息呢 大家看到已經晚上了 因為我在那邊 等警察等不到 我等了四十多分鐘 然後因為我急事趕著要五點前去辦 所以我就 沒辦法 先離開了 後來想說 有沒有找到這車主無所謂啦 不是車主 就是照照事人 無所謂啦 反正就摸摸鼻子認了 然後 後來警察有回撥給我 說他們要調監視器 就是還是幫我看一下 因為他們那個 我通報的時間 他們車禍人數太多了 那他們的處理方式也很不錯 幫我調監視器 然後跟我說 有看到 是一位 女性駕駛 黑色槍型車的 把我的車撞倒了 就直接給我 把你撞上去 倒了 然後我還沒看到那個監視器 他說他直接把他扶起來 就開車走了 當我是塑膠呢 反正 你居然要造勢逃逸 你那個拍誰都不說一下 那我們只能去看一下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現在還不知道是要和解 還是要 還是要就是揪出這個 這個造勢人 看情況吧 我還沒決定 不過我們現在先去警察局 警察人員對我很好 他就很熱心的把我調 那我先去警察局做個筆錄 還是什麼東西的 我也沒遇到這種事情過 然後 再看怎麼樣 再跟大家回報吧 我想了一下 如果那個造勢人 是一位辣媽的話 搞不好 賠償方式 可以再詳細談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對 就 警方就右半邊 那你們是有看到他車子停在我車子前面嗎 他車子是停在那個部分 好的 那我現在從警察局出來了呢 那個警員給我看了一下監視器 他掉了兩個監視器 我只能說那兩個的畫質都爛到爆炸 OK 我不知道他們的側速照相畫質那麼好 他們的監視器 畫質爛到是你那種 應該算是360P那種畫質 爛到你什麼屁都看不清楚 連車牌都看不清楚 然後就遠一點的 鏡頭根本什麼鬼都看不到 那近一點的鏡頭呢 我們是有錄到車主跟車牌還有車子 然後他撞到我的畫面在 在畫那個 在螢幕上的最最右下角那邊 根本就一小點 所以根本就是看不到我的車 可是看得到他的車子這樣 碰撞到 然後車主下來 把車牽起來 這一段都看不到 都是從那個 車子的反射看到他牽起來 然後再走回來 開車走了 所以這整段畫面 在螢幕的這個螢幕 最右下角這邊 完全完全就是一個死角 然後 遠一點的鏡頭什麼鬼都看不到 近一點的鏡頭只有那麼一小點 可是我們有看到那個 開車的 那台車的車牌 你有沒有看到 造勢人 一樣是個黑車 是個女駕駛 他撞到了 下車 舉起來 然後就回來開走 他完全沒有 喔喔喔怎麼辦怎麼辦 完全沒有 他直接撞到他一點很臭的下車 然後這樣繞過去把我車撿起來 然後繞回來 臉很臭還看看旁邊上車就走 我跟你講他臉超臭 我原本想說如果是一個可能年輕女駕駛 或者是一個媽媽 什麼撞到可能下來關心一下 完全沒有 他撞到他臉超臭 很像是我車擋在那邊衝他一下 我車停在就是格子裡面喔 他自己給我撞下去 如果他是那種 就至少有點好一點態度 這阿怎麼辦 就是至少要留個電話什麼的 沒有我至少要原諒他 我跟你講今天這些擦傷 我不缺這些錢去修他們 可是今天那個車主的態度 真的是讓我 堵爛到爆炸 我沒有看過哪一個人 撞到別人的車 下去 而且他臉超級臭 他完全沒有過悔 他就是臉很臭的下車 把他舉起來 把我車舉起來 上車直接開走 我真的是 我 沒看到影片還好 看到影片真的是不得了 我真的是 我覺得這個社會很可悲阿 那現在的解決方式呢 就是 有可能我要聯絡我的保險 然後請我保險跟警察拿 那個影片 然後去追到 那個女車主 要不然就是 他私底下 給我 車主的資料 然後我直接聯絡他 請他到案說明 然後 來看要怎麼和解 唉 只是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第一次遇到這種事 我也不是想遇到這種鳥事 那就 看怎麼樣 再跟大家回報囉 那我們今天就差不多先這樣 我也沒什麼其他事可以做了 那我們 看有什麼進度 再跟大家說 好現在這裡時速80公里嘛 很好玩的是 你現在定速到80公里 你手放開 哈哈哈哈 他已經定住了 哈哈哈哈 超好玩的 哈哈 再試一次 你看80公里 好手放開 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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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無聊 我跟你講 我早上這個車子 我真的覺得他 他要賠我錢 因為我這個 我在路上熄火兩次 因為他這個油門 非常難轉 就是原本 只要死 差不多一點點力量 現在你要就是 真的是往下掰 他才會走 然後不止 鏡子歪掉 我這個 這個控制器 這裡 這裡整個是鬆的 兵老司咧 造勢逃逸 真的是該死 大家好我是亞當 今天呢 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因為我們昨天 接到了 警察的通話 然後他說 肇事人已經找到了 那我們現在要去 警察局 跟這個人會面 我們約下午3點 然後在那邊 討論一下 怎麼理賠的方式啊 這些的 不過呢 昨天我回來的時候 我這個是完全鬆的 所以 鏡子也是可能卡死 我油門轉不了 那 我先去找了 石封車業的老闆 請他幫我就是 先 大概的 簡單處理一下 因為他這個 我真的騎不 騎不回家 因為 我這個靶座是空的 就是鬆的 他在那邊 我轉油門他跟著轉 所以他在那邊一直空轉 其實是蠻 危險的 然後那鏡子也是卡死的 幸好石封老闆很快的 幫我先做的簡單的處理 這裡面的卡座是斷掉的 所以他只是先塞了一些 橡膠片進去 先撐住一下 那我們先去看一下 這位肇事人他會怎麼說 然後要怎麼理賠吧 走吧 這點是我不對對不對 因為我應該寫個字條說 我不小心我弄到你的車子 然後 剛剛沒有報警 沒有報警也那個啦 就是說 我第一應該是先報警 趕時間又 因為小孩子也在車上 我不敢一個人下車 讓小孩子 那天我也在趕時間 我四點半有事 我在那邊 挨家挨戶的詢問監視器 有沒有人看到是誰 目前有兩 兩家有只認識你 黑色的車牌 你當天穿黑色的衣服 對 然後我在那邊站了一個多小時 等警察 等到我不耐煩 我當天也有事 因為這樣跑走 浪費我的時間 好的 那現在我們停下來了 我們到哈雷這邊 基本上我們剛才跟那位小姐 談下來的結果呢 是 他 決定要全權負責 因為所有的監視器 都拍到了他造勢的畫面 還有他撞倒的畫面 然後他 也不確定要用保險付來自己付 是因為他想先看一下 估價到底高不高 或是超過三萬五萬塊 他可能就說 決定要用保險來支付 可是那樣有個缺點呢 就是警察跟他講 因為你是撞到了 然後又 跑走 沒有留在現場 其實那個不像 那不犯法 那不是什麼什麼刑事責任 那比較算是 就可能 呃 民事 只不過他這樣撞到 然後要用保險賠的話 而且又是經過警察那邊 他 會有罰款 可能 忘記多少 三到五千塊嗎 然後還有另外一點 就是他要扣銷 扣 吊銷駕照 可能幾個月吧 好像是一到六個月 三到五個月我忘記了 所以呢現在我們來到這個哈雷這邊 就是希望 來給他們估個價 就是哈雷的車還是丟給哈雷的來 處理 當然是比較專業也比較準 然後希望估價出來呢 那個小姐可以 很那個 很有責任的負責啦 因為畢竟 我們再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排氣管這邊啊 這個我真的是看 越看又不爽 如果他今天就是負責一點的話 就是希望把這個可以處理好 那我們先進去請他們 Google架吧 當然我也是跟他們 會跟哈雷他們講說就是 城市的報價 我也不想多坑這位媽媽的錢 因為 我看他 生活好像也蠻 蠻辛苦的 對啊 可是 該付的還是要付 就算人在好 呃 傷害到我的 我的物品的話 我的東西 還是要賠的啦 那我們先進去吧 好了 那我現在拿到我們的 估價單 或是他寫 報價單 那我覺得總金額 算了吧 我覺得還是比較透露比較好 反正大家應該看 就大概知道這個 抓的這個價錢在哪裡 那排氣管就差不多 一萬二到一萬四左右 剩下就是小東西啦 不過 對啊 感謝我們的工作人員很熱心的 幫我們處理這件事 然後裡面的服務真的很好 這個是哈雷內湖 那我們現在可能就把這個報價單 傳給那個 肇事的小姐跟他講一下 大概是怎麼回事 希望他可以好好的接受 這個賠償的責任 隨便他說 那些人的責任 這邊是兩部分 一定會有審的 也 maneira 是哪個還要去的 六個還要去的 這個人 以及四個還要去的 他一定要記得 Aww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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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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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 好的那这部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部影片的拍摄的时间或是案发当天是 2月6号 那我們在剪這部影片的時候呢 是已經3月21號了 整整過了一個多月 拖那麼久是因為我想把事情從頭到尾 都就是有一個給大家一個好的交代 然後才把這整件事做成一個影片 上傳到網路 那大家可以知道我的哈雷基本上是沒什麼事 就是插傷而已 可是還是可以騎的 那對方呢 他也是出了他的那個保險 那保險也有跟我聯絡 也去看過了我的哈雷 這是模型啊 又懶得走出去外面了 對方也有請他的保險來看我的哈雷 也看過估價單 一切都很OK 然後也看過我的車了 那現在可能就是要等 就是那個程序下來了 不過謝謝大家的收看 那希望大家出去騎車呢 可以把車停在自己看得到的地方 才不會遇到這些蠢事 好啦 祝大家騎車小心 那希望這個影片呢 可以讓你們大家笑一下 或者是給你大家有個警惕 就是到外面騎車真的要非常的小心 就算你不撞別人 別人也會撞你 所以祝大家騎車小心 那你有什麼問題的話 或者是有什麼想跟我說的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都會看到 那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這次是亞當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拜拜 晚安